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赌局就快开始 难道只能等阿杰回来吗 懊恼的记忆载着女友小妹 飞驰在落叶眷地的街头 一幕幕往事 已是过眼云烟 当年范叔还有两个徒弟 球杰和詹永飞 球杰号称亚洲第一快手 是范叔最得意的门声 而詹永飞却总是自作主张 一次和日本人的对赌中 詹永飞没有按照范叔的计划 在第四张牌收手 面对横生变数的赌局 日本人和范叔均覆牌不根 背叛师们的詹永飞 自知迎面不大 竟将球杰的底牌偷偷切换 但球杰亚洲第一快手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 开牌之后 球杰的童话依然大过詹永飞的两队 败局已定的詹永飞 一不做 二不休 他做掉日本人 还要将范叔和球杰赶尽杀绝 机翼前来救场 为了保护范叔脱身 他们从高楼跳下 范叔却摔残了双腿 挡住杀手的球杰没能逃走 反被詹永飞栽赃陷害 为此 球杰入狱八年 詹永飞霸占了范叔的赌船 羽翼见风 以阿炮为头目的一众打手 甘愿为其效力 他们横行霸道 坐尽伤天害理之事 此次亚洲赌局即将开幕 詹永飞再度蠢蠢欲动 他胁迫范叔 逼其交出赌神玉牌 跟随范叔多年的阿鸡气愤不过 拔刀向詹永飞刺去 打斗之中 阿鸡殒命 饰演阿鸡的演员是香港影坛四大恶人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 李昭基混迹帮派 是慈云山十三太保的主要成员 后被导演林领东带入电影界成功席底 2019年6月因病去世 享年69岁 范叔为了保守玉牌的秘密 宁愿坠海也绝不妥协 姬亦和小妹回来后 发现了泡在水中的范叔遗体 一带赌王 就这样死于非命 姬亦为师父料理后事 而詹永飞竟不许外人前来祭拜 冷清之中 一个萧条身影缓步夺入 囚结回来了 然而八年已过 囚结不愿再赌 这次回来 他要寻找自己的女儿 接下来就是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经典段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爱 什么又是无奈 无言的相对 我是故意明白 慢慢朝向你的面前摸紧你的手 将忍着眼泪对你说声 珍重 以为我们的爱 会流传在世界 以为我们的誓言 会直到永远 谁是着眼梦里的你 早已经不是你 从此我也不再是自己 得知囚结回来的消息 狠毒的詹永飞 指使阿炮抢走了他的女儿 囚结明白 这是詹永飞在逼自己不要参加亚洲赌局 为了要回女儿 他找到詹永飞 竟当面砍下了自己的右手 事已至此 范叔死 求劫废 但事事做绝的詹永飞不会善罢甘休 记忆终于找到范叔的赌神御牌 却被尾随在后的阿炮堵截 好在小妹及时出现 飞车之下 阿炮死有余辜 记忆和小妹躲在御牌上 詹永飞紧随其后带人杀到 小妹将记忆打晕 把他放在游艇中顺流飘走 自己却留下 拖住詹永飞 有道是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詹永飞抓住小妹 逼问姬翼的下落 而小妹宁死不语 这样的女子夫妇何求 不多时 姬翼回过了神 她只身返回 亲眼目睹小妹被詹永飞打死在水中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现在姬翼的下落 现在姬翼的下落 如何生性一一说你知 从来无人明白我 唯一你给我好日子 有你 有你 有我 有情 有生 有死 有义 多少风波都原初 只忍彼此突死的目望 有你 有我 有情 有天 有海 有地 不可猜猜 总有天意 才珍惜相处的日子 好别话言 未多港 只抛递 只个信心的看着 事已至此 詹永飞已是人神共愤 双目失明的姬翼和断手的球杰共赴亚洲赌局 这场赌局可谓一波三折 先是球杰和姬翼双双气排 詹永飞一家独大 做局之后吞并了同伙的资产 之后球杰副排不跟 而当詹永飞下巨柱时 姬翼却屡屡屡气排 接着 球杰和姬翼同时下注 詹永飞不明所以 心生胆怯 气排不跟 其实 这是球杰和姬翼事先商定 用迷魂阵让詹永飞入局 球杰故意输给姬翼 此时桌面上只剩下姬翼和詹永飞两人 最后的宿命对决 姬翼倾其所有下注 更是掏出赌神玉牌 要和詹永飞赌命 詹永飞虽财大气粗 但赌命之局也不敢应战 他认输离场 幕后金主损失殆尽 天下嚷嚷皆为力望 世大如詹永飞 也不过是排局上的一枚棋子 排局一书 留棋子何用 恶贯满盈的詹永飞终被枪杀 饰演詹永飞的演员叫王霄 曾是内地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八十年代赴香港发展 2004年并逝北京 詹永飞死后 球杰为免遭报复 让姬翼出去暂避 而自己却死于乱枪街头 在这场恩怨情仇的生死赌局中 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 我是龙套下一条 欢迎关注 下期再见 黑色的夜 燃烧着风 无情的细语 领得我心痛 最后一班车 像是你的诺言 套前决 narrator 先发 aquí of the channel 很心灵笛之内 这样我的心 我的心 故随了我的心 一个人走在 冰冷的长街 想起分手间 熟悉的脸 淡淡地留下一句 光亮我吧 还有明天 心碎的声音 有谁会听得见 我当时自己 爱情早已走远 可是像千岸 挖着你的项链 当你这城市 还是什么可留在心底 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